各部位推出七大家碼券 本週開始輪流抽籤 那麼今天早上動知券 是已經開出了號碼 其中這97號是 這一週三度出現了 另外像是這32號 同樣也是天選之號 這一週已經出現了兩次 小朋友才做選擇 好運氣我全都要 幸運女神眷顧的 還有號碼453和19號 也出現兩次 中籤率這麼高 沒中獎的玩笑抱怨 該不會能動手腳吧 你像這兩顆 所有實體連在一起 這是不可憐的事情 動的話它裡面沒有真空的話 就回彈的機率就很小 彩球在開獎機內翻騰 手拉一回就開出一顆號碼球 急拉急開 能作弊嗎 機率近乎是零 但是它物差也是在 0.5公克以內 你竟然讓你手段去抓 你抓不到哪一個號碼 各部會抽獎用的 就是這一台 單筒式摸彩開獎機 業者破解民眾疑慮 黏磁鐵搓洞都不可能 唯一會有影響的是彩球上的漆 但重量差距微乎其微 你如果球太重的話 那顆球就呆滯在那邊 在吹的時候 它就是會很低 人家客人一看就看出來了 彩球放進開獎機前 在觀眾眼前一顆顆檢查號碼 層層關卡作弊很難 另外像大樂透也有分析冷熱門球號 1號被開出269次最多 比最冷門的24號中籤多64次 但特別號卻少了20次 顯然你的Lucky number沒有中 可能只是天注定 TVBS新聞張美濃宣彤 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